风险是可控的 可是顺产里边的有不少不可知的风险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一些纠纷 比方大人和孩子有一方健康出现问题了 那个病人往往不依不饶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病人呢 他有这种感觉 就包括孕妇 就是我到你院里了 我花这个钱来 你就该啥病都给我治好了 其实我们也知道 限于你的身体素质 有的时候啊 有些病保不起 有些事故也保不起 可是往往花了钱了 咱们把这个都赖到医院了 再一个 你说这产妇在家里是什么 跟大熊猫似的 又保态又护着 又听音乐 抬叫的 家里觉得我们都做到这样了 没问题了 可到医院顺产出问题 那这医院你技术不行 所以有的时候 由于病人这种不合理的要求 给医院带来很大压力 医院一看我要顺产 这中间有风险的话 回头医院承担这风险 大夫承担这风险 大夫也不愿意这么干呢 反方不产简单 那就按那来吧 所以我说任何事情都不是一面关子 硬币它永远有两面 就我前面给大家说过多少次 我在我们节目里说过 医患关系的问题吗 一个过度医疗 一个保护性医疗 就是由于过度医疗 老百姓对医院不信任 不信任医患关系紧张 刺激着大夫保护性医疗 这一过度医疗保护医疗 恶性循环之后呢 就得多收患者的钱 多收产妇的钱 那么抛不产也是这个问题 你很难说到底是医院独立 造成抛不产多 还是患者这种心理 医院要保护自己 抛不产多 到底是风险造成的 还是利益造成的 这有时候很难讲 混到一块 我刚才说的原因都有 这就是医院相对于一个客体 对孕妇的主体 带来的不利影响 当然有的大夫说 也不全是你老梁说那些 我们是有医患关系 但更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 不少患者来了 就说给我来一刀吧 抛斧吧 当医疗真实在极度不度胜的情况下 孕妇变成了弱势的一方 医生的金口预言 每一句都可以给他们警示 当孕妇将要生产的时候 只需一番例行谈话 孕妇是顺产还是抛斧产 就成了一个肯定回答 当然除了医患关系的原因 孕妇本身也有诸多因素 影响着抛斧产率的不断提升 说为什么很多孕妇 主动选择这个呢 前面我说了一个理由 怕疼 不愿意承担这个分娩的痛苦 那么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什么 有的这个小女孩啊 你比如说产妇 她那是爱美 说这个顺产呢 会造成这个体型恢复的慢 有时候影响夫妻生活 说这抛斧产呢 体型恢复的快 我为了我自个儿美 咱们实时求是说呀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她这说法也立不住 但是咱就即使啊 你体型恢复的慢 你受点委屈 我前面说了 她母爱为什么伟大呢 就再也无私奉献呢 你要为了孩子这点罪 你都不愿意遭 你配当一个母亲吗 我们前面也说了 顺产的孩子 比抛产的孩子 咱不说百分之百啊 在健康起点上要好一些 你为了自个儿孩子的健康 你能顺产的时候 你为了自个儿的 什么美丽 什么面子 你抛斧 你琢磨琢磨 这是对孩子负责任吗 你配做一个母亲吗 前两天我在车里边 听交通台 说这个也说生孩子的事 有个女孩发短信 啊 我生孩子不要紧 生完孩子 把孩子搁到我父母那下 我们小两口该咋办咋办 该怎么吃怎么吃 我当然听了以后 我这个来气 就这样人配做母亲吗 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她就要要孩子了 你要这样 你就不要要孩子 现如今 很多的年轻妈妈 都是80后 作为第一代独生子女 80后母亲认为 侯妇产 有利于保持自己的体型 而且还能够避免顺产之痛 面对这些好处的时候 就自愿选择了剖腹产 但是不能否认 其中有一些选择剖腹产的年轻妈妈 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母亲的义务 有些准妈妈 在生育之前 也是根本体会不到母爱有多伟大 我们为什么现实当中说 母爱比父爱伟大 说世界上最伟大爱是什么 都说母爱 伟大祖国比喻什么 母亲 他们比喻成父亲呢 比喻成爹呢 为什么这样 母爱之所以比父爱美大 就在这个十月怀态 一朝分娩上 因为什么 你像父爱 就得这孩子出生了 他见着了 哎呦 这小孩长得像我呀 我的小肤子品 他有个成就感 血脉相传 所以父爱的爱是后天的爱 看到这孩子 他看着了 就是后天的爱 母爱不是 这孩子面都没着呢 他跟这孩子 就共用了十个月的身体 一套营养系统 同呼吸共患难 这就指着母亲跟孩子的关系 还没见面的 十个月共用 然后一朝分娩 吃了这些苦 我为了我身上掉下的肉 我费这么大劲 遭这么大的罪 所以母爱是先天的爱 他比父爱不仅多十个月 还多出生这个痛苦 这个童有大 就像我们比方说 你为什么有时候 才说简单的 你跟一个宠物有感情 为啥 你养他了 你付出了 所以你自然就觉得 跟他有感情 母亲对孩子的付出 要比父亲多这十个月 还多这份痛苦 所以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那么如果你在孩子出生过程当中 根本不愿意承担这些痛苦 但你配做过母亲吗 你有这个资格做母亲吗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年轻的母亲 考虑自个考虑多 你说自私可能过点 但实求是说 没有把中华民族传下来这种母子 母女之间这种天伦天理 很好的继承 我认为这是个缺憾 当然这些因素之外 还有一点不能忽视 因为咱们这个社会 有的时候这个人 信一些命 信八字 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还续星座什么的 就是自己的生活处在摇摆不定的状态当中 希望寻找一种精神力量支撑自个 所以有的人就现成这些迷信这一套 当然这一套东西作为他精神一个支柱 有时候也会起点作用 那么这个事跟抛物产密切相关 好多的母亲跟自个儿的另一半商量 咱的孩子出生 咱的挑个好日子好时辰 比方以前说千禧年什么奥运年什么龙宝宝之类的 现在也证明的很愚蠢 你都敢那一年生孩子 这一波都起来了 幼儿园也急 小学也急 参加工作也费劲 找对象也费劲 你们自个儿自个儿找病的吗 但是有些的家长还真就信这个 说你这孩子不生神八字吗 咱怎么配这个 你像什么财神 食神 日神 肖 印 财官印 讲这个琵琶字 怎么这个五星搭配好 这个几层水 几层木 什么时辰出生 对将来这个命好 他信这些玩意 所以信这个 那你说自然顺产的话 那么食个怀态一遭分娩 到那时候他自然出来了 那时候时辰不好怎么办 日子不好怎么办 一般你月份控制不住 但是呢 时辰和日子 现在科技说泡妇产 提前出来一会儿也正常 所以有人就利用这个 我挑个好时辰 挑个好日子 让孩子那天出来 有没有道理呢 一点道理都没有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 人这一辈子好多客观因素 决定他的成长 那么很多时候呢 是在人为 咱们这个大道理 说披风剑迷信这些 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咱不说了 咱这么说吧 我最直接的话 假如你信的就对 这不是迷信就准了 可你想想 生生八字是什么呢 年月日食这位四住 每个上面两个字 全干配地支这位八字 他讲的你孩子出生的一种正常的信息 就老天爷给你这时辰 到这点你出生了 可是你抛肤产是什么呢 违背的这点啊 你自个做的 人违的 这说白了就跟考大学 你走后门啊 这跟那个道理一样了 假如说 比方说 说那迷信就咱就算得对 这孩子这点出生 命不好 这叫什么 天作孽有可活 老天爷给你安排了 可是你自个这一刀下来 你改了这个了 这孩子再出生 要命再不好 那就自作孽不可活 说无不奉献 干预付出 是母亲的伟大 很多准妈妈 为了自己的体型 为了不受痛苦 选择护腹产 我们可以质疑她 到底做没做好 当母亲的准备 但至于有些家庭 搞一些封建迷信 那就实在太可笑了 找个合适的生辰八字 非要孩子在这个时候出生 那本不应该今天出生的孩子 非要把它抠出来 这个八字 还是上天给孩子的八字吗 但迷信这个八字 估计也灵验不到哪里去 一千年轻不信星座吗 十二星座一天迷 什么星座费什么星座 我说你要生孩子 这时候你怎么想起八字了 你怎么不信星座呢 信星座十二星座十二月 你得错一个月说孩子出生 说白了孩子不够月呢 早产 你还可能出生出来 就是一个身体很差的 你愿意这么干吗 就不就因为八字 是精确到时辰和日子吗 你才去选吗 所以说白了 这个东西哪有那道理啊 你按你信的星座 错一个月 你敢不敢冒着险 你肯定不敢嘛 宁可孩子命不好点 下生也健康 这时候想起这个了 所以说八字 什么那个 根据这个选日子 纯属无济之谈 有迷信八字的 也有迷信星座的 星座的估计 尤其受八零后妈妈的追捧 现在有几个八零后妈妈 平时不会谈论星座 不会上网 查查星座运势呢 自然每个八零后妈妈 都有心仪的星座 那如果想一刀 剖出一个 称心如意的星座 这事还真就难办了 所以受迷信所获 选择极日生态 在这些错误观点的影响下 价值医院的推波助澜 抛妇产率居高不向 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抛妇产在中国出现的这个概率这么高 这里头有医院的利益问题 有保护性医疗的问题 也有我们产妇自身的原因 所以我说现在医院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很多人提出啊 给产妇上保险呢 增大公立院投入啊 反正医改那些东西 如果能够顺利推行的话 能够解决医患关系紧张 能够解决看病贵看病男 抛妇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可眼下我们说 这医改的速度啊 不是太令老百姓满意 这些事呢 咱普通老百姓呢 普通的孕妇呢 咱也控制不了这些国家大事 但是咱能控制自个儿啊 自个儿作为母亲来讲 你得为孩子负责任吧 你得具备母亲的奉献精神吧 所以我们说 在现实当中 咱们要控制好自个儿 比方说目前正在 可能属于这个保胎阶段呢 或者眼看预产期要